嗨,大家好,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我和爸妈在云南旅居125天 很多粉丝小伙伴让我来推荐适合旅居康阳的目的地 我都没有给出一个最明确的推荐 因为太多的地州市都挺适合来居住的 从气候、人文、历史、美食、玩乐这五个方面看 明年我会考虑来这个地方过冬是哪呢 就是被大家称为极边之城的宝山市腾冲界 这话说2018年我是第一次来腾冲 那个时候肤浅的以为我腾冲就只有火山和温泉 四年之后的2022年 我在腾冲旅居两周的时间重新认识了腾冲 我发现这座边境县城太饱满丰富立体了 游玩的目的地还有美食种类 老少街一步说 人文历史厚重到独一无二 那腾冲的气候好不好呢 今天的视频我和大家用自己的视角和大家来聊一聊 说到气候就得先说说海拔 曾经有人类生理卫生实验室研究发现 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海拔是在500米到2000米 海拔高度对人体影响很大 在1500米左右的高度是一支天然的兴奋剂 在这个高度人类可以释放最本真的浪漫激情 腾冲县城的海拔高度是在1640米 冬天平均气温在10到15度 夏天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 冬季的温度对于一个生长在水阳的我来说 太暖和不过了 这样的气候可以说是冬暖夏凉啊 为什么温度如此均衡呢 这还得益于被腾冲人命名为母亲山的高丽贡山 高丽贡山最高峰3700米 它阻隔了印度洋季风气候 与亚热带季风气候 形成了温度均衡 所以母亲山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舒适温度 而且高丽贡山森林覆盖率高达73% 良好的生态环境又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 因此腾冲四季气候宜人 在2020年入选第一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说到腾冲的历史 我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的历史课 一段段一幕幕铭记在心 现在不需要机械式的记忆了 走心去了解腾冲 那些重要事件自然而然都在心里了 买骨何须丧子弟 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来凤山路小团坡 安葬着3346位抗日英烈 静静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 1944年5月 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渡江返攻 以几千名将士的牺牲为代价 将青藤日军全奸 于9月14日收复了腾冲 了解历史之后 我再去游玩腾冲 我发现我更珍惜这里的美景美地 99座火山 88处温泉 见证着万年火山热海的地质奇观 86个传统村落 我去过的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个 24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 开辟了一条古往今来的陆路通道 600年的翡翠加工书写了 欲出腾冲的商业绘画 我在腾冲的14天 县城里 古镇里 总有那么一碗西豆粉 喝我的胃 那些店家看我不是本地人 在小料的搭配上会给我一些建议 和顺镇的CBD最热闹 早是每天我都要去逛逛 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日常 铜瓢火锅 去涮涮的带皮牛肉 原来我的口味很腾冲啊 关于腾冲啊 我的话其实还没说完 这里的历史真的是 每一个来腾冲的人都应该去了解 如果仅仅就是来腾冲泡泡温泉 看看银杏就匆匆离开 那真的是太遗憾了 今天这期视频可以说仅仅是上级部分 近期的视频呢 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 在腾冲可以怎么玩怎么吃呢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一个做过老师 主持人 记者 编导的刘博主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小伙伴们来关注我吧 拜拜